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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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文字姊 今天呢 有網友來挑戰 挑戰什麼呢 他告訴我說 有一家這個蚵仔非常好吃 這是蚵仔米床 蚵仔煎 我跟你講 我最會吃蚵仔 最會吃海鮮 如果好吃 我就說好吃 如果不好吃 我就直接跟你講不好吃 先跟店家講對不起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他的這個蚵仔 到底好不好吃 厲害不厲害 走 他這邊菜單 蠻淺血易懂的 看起來都照得蠻漂亮的 我們來叫幾樣就好了 叫個 他說蚵仔厲害 對不對 我們來叫蚵仔煎 蚵仔煎肉丸 挖揮這個東西好像 現在越來越難吃到 我覺得大腸麵線一定要叫對不對 蚵仔麵線跟大腸麵線 好 我們現在菜全部過來 看有沒有那麼厲害 其實光用眼睛看 字眼剛剛嚇一跳 為什麼像字眼這樣 就只點這個 蚵仔麵線 這樣蚵仔多一點 如果是大腸蚵仔麵線的話呢 也是很厲害 他蚵仔會稍微少一點 因為大部分人給大腸齁 就一半一半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個蚵仔 我跟你講 一般我們在外面吃的蚵仔煎 或是那種蚵仔麵線 他蚵仔很小 然後狗一大圈那個太白分 有沒有 感覺他蚵仔很大 其實很小 等一下 你看這個 你看一下 哎唷欸 哈大量 這好像生蠔 這已經不像 有點不像蚵仔 這感覺很大 很肥美 我們來吃吃看 看他蚵仔麵線厲害 我跟你講 燒甜 真的愛吃蚵仔麵線 真的胖 它麵線不爛 它麵線感覺很有嚼勁 你看我眼淚都燙出來了 它的麵線 感覺像 它的大蒜就把那個麵線的那種 有點半甜甜的那種香 勾勒出來 一般來講 我們去吃蚵仔麵線 裡面就 頂多四五個 它每一個顆顆都這麼大 跟你們講 蚵仔煎最會 小晃蚵仔就蚵仔煎 餅皮都蓋住 我們看不到 但是呢 我們要把它掀開來 看看它 到底蚵仔多還少 它是兩邊肩上 有沒有 抓到了 它都藏在這一邊 哇塞 很多 都大顆了 這感覺比夜市 來的料多實在喔 我們來吃一口看 嗯 大家可能看出來 我很愛吃蚵仔 一直在焦蚵仔吃 它這個跟麵線裡的蚵仔一樣 很脆 那應該吃太大 不然怎麼粉那麼脆 它也本來粉皮喔 煎得比較乾 比較脆一點 就乾乾的 讓你覺得 脆脆的有嚼勁 然後把蚵仔包在裡面 還有那個小白菜喔 嗯 真的沒話講 我還想很厲害 麵線也很厲害 我們來吃一下那個 台北現在的夜燒 看到的這個 碗粿 喔小時候最愛吃碗粿 現在找到好難買 我們來吃吃看喔 它這個碗粿 很實在喔 啊就是這種味道 就有點南部碗粿的那種味道 吃了就感覺看到阿嬤來了 你看它裡面那個料有沒有 有蛋 肉 都有 很實在 喔它這個蛋好香喔 它蛋滷了非常的入味 它瘦肉不柴耶 我們有時候吃 瓜粿裡面瘦肉啊 可能跟 瓜粿一起蒸酒啊 很柴它瘦肉不會 它這個皮 你看那個米漿做的喔 哇這樣 大茶的辣 喔 它這個醬感覺 有點香辣香辣 吃吃看 喔這個好好吃 嗯這個好好吃 它那個皮啊 一點都不油 感覺 有點像那個 蝦仁腸粉那種腸粉 然後皮變厚一點這樣 很脆 清蒸的讚 這個大推 這個是愛吃的啊 來這邊真的是 料好實在很棒 而且它的碗粿 我跟你講南部口味 真的很道理喔 還有肉圓 怕油的人 尤其女生 吃這個清蒸的 清蒸是最好的 好今天 活輸了 這家厲害 感謝網友的貢獻 這家真的很厲害 真的好吃 你如果想要吃 想要來這家的話 可以在我們下面留言 我告訴你 這家不吵不了 我本來以為 可以至少講一兩個巴類 沒有辦法 厲害 這家好吃 所以呢 我很推薦這家 記得喔 按讚訂閱 小鈴鐺